隨便擲姿 擋姿 教授姿 擋姿 聚教 在某個時候的空間 還有同窗的空間 大家 聚安 非常非常高兴 跟着师父 再度回到 大家最喜欢打的地方 每个星期六大家看乱来这个地方 这个星期六没有来就觉得很遗憾 对不对 对 这个地方大家都那么喜欢 这个地方叫做台湾雷藏市 师征跟我当然也是非常喜欢 我们一回来马上 第一个星期六就赶过来了 我也知道很多同盟 一听到师尊哪一天会回来台湾 他们就赶快去买半年的机票 半年票 每个星期六的机票一下子买半年 我知道是很多同盟是 这半年只要师尊在台湾红法的时间 没有缺席 每个星期六是坐飞机来的 每个星期六是坐飞机来的 这个以前古代啊 求法 徒步走路要几个月 甚至走一年两年 去求法 那现在呢 你有没有听过 每个礼拜 去求法都坐飞机去的 有没有 有 只有真佛中地 我一直有 那我自己呢 听法四十多年 怎么听都听不腻 越听越好听 越爱听 那么 听师尊说法 从最基础 然后渐进的 从赤地 到大圆满 那我呢 也是从最基础的一直听 也听到大圆满的开示 那么 我感觉 我个人自己感觉 心中有所得 知道人生的意义在哪里 知道把自己的一颗心 安住在一个 水平线上 你遇到什么事情 你还是在那个水平市上 然后 自己铺成了一条路 走向自己渴望很久的 的境界 向往去 莲花童子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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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保持温度 不要冷掉 很重要 师徒之间 一定要有那个温度 没有温度就是冷了 冷却掉 你懂得保持温度 你懂得保持温度 还要懂得 师尊的开示 那一支 最具智慧的火把 他的光在哪里 莲花童子的光环在哪里 你要懂得 智慧光在哪里 智慧光在哪里 然后 你也一样 要选择出来 一条你要走的路 你走对了这条路 这一个人生 就有价值 来的就有价值 走错路了 赶快回头 注意看 莲花童子的光环 真火的火炬在哪里 光明在哪里 就是我们的根本上师 所献发出来的光芒 到处都可以看得到 你看师尊写了263本书 每一本都在发光发亮 师尊次次的开示 提醒弟子 让你们听到这个开示 启发你们的智慧 懂得也是找寻到你们这一生 要走的要修的这一条路 所以 跟所有的同盟 祝福同盟 也都能够 依着这条道路 走到你们渴望要去的境界 所以 我在想 这个境界 跟我一样 叶花童子的境界 对不对 谢谢 那么 回到这边 准备 准备跟大家 继续 这个 每天 每周 每周 都能够 这样 自己 好不好 好 謝謝大家 掌聲謝謝師母的支持 讓我們再次一日的掌聲歡迎師尊師母 回到台灣弘法